外星文 靈異鬼魅 陰謀奇案 禁區陸陸陸 歡迎回來禁區666 今天集禁區666是非常特別的一集 大家聽到是由我開頭都知道靠哥不在 但你怎麼猜到今天連觸手王都不在 正當大家想適機之際 高台貴手不要適機 因為今天我有另一把聲音 大家好 我是墳總 今天就有墳總在 可能有些聽眾問你什麼事 無緣無故過來666超級系 佔領666 666交察院 事關今天就叫特別一點一天 這集我正在看 不知道當成文出人事一集 那些資料夠的 我就當一集出人事 很豐富 我看過報告 應該夠的 夠一集的 事關今天這集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墳總說近來都聽聞 見聞 不是見聞 聽聞 第一身 比你的見聞 第一身聽聞 也收到一些資料 原來某些地方都有一些靈異故事 墳總說我怕到時你們錄錄真直播 可能就未必有空封煙過來 或者到時很忙 怕再拖下去忘記了 所以今天錄完其他節目 就說不如索成錄一節說一下靈異故事 其實我幾十分鐘來到 算少少靈異體質 我媽媽是領壓雷達 導觀音質 不知幸運還是不幸運 有少少遺傳 但我沒有魔姐 鬼哥那些那麼恐怖 那些很厲害 如果他們是一戶級的話 我大概是查到的級數 查到 我就是很虧的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題目 其實就是講香港一些縮營的營地鬼股 事不宜遲就開波 這個就不是我親身經歷 不過是我身邊很親密的人 第一個故事就是一位男士 很成熟 很有經驗的工作者 他是經常帶 帶攝錄的 其實攝錄這些 久不久也有聽到一些故事 待會也會再講一些 可能到處網上流傳 有一點都好 真的很多故事 但很多時候都是聽回來 就多過 可能真的說你那一團去完 很少有時候 你講O-Camp那些 很少說會去 可能有機會帶攝錄的人會嚇你 但你有時候都少說 那一隻 出攝錄那天 大家在喝茶 隔壁看 昨晚有些事情 好像少一些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就說 也是的 也是的 又是這樣說 你信不信也好 我覺得O-Camp 所以算是陽氣非常之聰明 整班 溝充的男士 你看行運超人 都叫那些警察都上去 踩旺的牆去 即是說一個開心網吧 當然 我們太歡樂 不會 但因為有時候 又不是完全沒有聽過 以前有聽過一些 好像私底那些 突然感覺到一些 但感覺到 就不只是實際看到恐怖 但你今天想說的那些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一定要逐離開一戰 事緣說回背景 我的partner 他本身是一個教練 大Camp很有經驗 陽氣很重 是不夠大網man 多謝你 他講述一個 他覺得很深刻的經驗 就是這個 香港紅十字會石碧營 這個營地是說的 因為已經摺了 但是現在有時候 拍戲 都會去預訂這個場 或者用這個場 去拍一些微電影 或者這樣 這個場是因為 人流關係 不多人預訂 還是經營關係 我們猜 就是因為他真的 少人用 因為石碧營太遠了 所以營運 可能有點不太好 所以紅十字會就摺了這個營地 現在可以租給別人 我們上網搜尋 有一個電影網 推介給別人做拍攝 遭用 我們可能在節目上 展示給大家 或者我之後 再幫到網址給大家 我可以展示 裡面的間隔 圖給大家看 說回這個Camp 這個Camp 目的就是 訓練一群小朋友 你當作做消防大使 訓練一群小學生 有些人會教你消防知識 有些人會有些活動玩 沒錯 有些可能歷期的活動 團隊合作活動 進去也都教授你一些 真的火警發生 你要怎樣去處理呢 一開始 早上進去 因為是Overnight Camp 通常Overnight Camp 就會是兩點前進去 當然每一個營地都有不同 大概是午餐之後才進去 進去然後過一晚就出來 對 下午玩也沒事 其實那裡的營地 日常都挺漂亮的 我們看的照片 都是三明水修 然後吃了晚餐 做多一點活動之後 其實你如果有去過Camp 就知道小學生 你要趕他才睡 捉雞仔 對 三個馬佬 三個教練捉雞仔 捉他們洗澡睡覺 就暗示他們睡 他們三個就會出來 營社外面就會談 今天的考慮 或者檢討 今天有什麼做得不好 以及談談明天的活動 他們出去談 即是出去的房間 營社外面 營社外面 你入面免得暴躁 對 你在裡面因為關了燈 你要逼他們睡 出了去外面 可能拿著電筒仔 他們就三個馬佬聊 即是你夥伴的第一身經歷 沒錯 他們三個聊天 初時都不在意 原來那裡就有一棵樹 樹就掛著一個千秋 大家可以幻想到 一個樹架就吊著一個千秋 但現在就不是森林和原野 那種氣氛就是夜晚 夜蘭人靜 三個人在聊天 外面 黑蚊蚊有棵樹加個千秋 其實這麽空曠的環境 如果千秋自己微微地搖 大家都不會為意那個移動的事件 有風的嘛 正常風吹的嘛 沒錯 但是我的partner就強調 那一滴風都沒有 是很危局的 都不要緊 可能微微的震動也可能有 而最吸引他們眼球的是 他們看到那個千秋 是不規則的搖動 不規則 好像有人在搖動 怎樣才是不規則呢 通常你的千秋是前後動的 或者是左右動的 它不是的 它是打轉地動的 嘶 就好像有人在玩的千秋 如果有人坐上去 都是前後動的 你看到的千秋是打圈地轉的 是打圈地轉的 他們幾個好笑 他們看到之後 三個你眼看我眼 即是那時候聊聊天 應該是有人 開始耍手 不是很標誌 那些奇怪的 突然間有個停了 就背著那個千秋 即是聊聊一下 Evolution 就看著千秋那邊 沒錯 然後那兩個 沒錯 因為我的partner 他是比較幽默的人 他就說 啊 我們都累了 好啊 不如我們回去睡吧 對 回去睡吧 第二天 就起床 繼續做活動 說明是消防大師 問一下大王 你猜一下怎樣令到小朋友 入到一個火牆的模擬呢 火牆模擬 即是要模擬有煙的 對 我自己想 是不是應該用乾兵類的 如果乾兵的話 就太高預算了 他們用了一個很低預算 但很有效的方法去訓練他們 如果你說煙的 就想到那些香的 沒錯 他們買了幾大堆拜神用的香 然後呢 我們一會兒可以展示一張圖 那間房間其實是有一個玻璃 他們就可以看到小朋友 在火牆裡面的運作是怎樣的 即是證人房 或者像那些電台錄音房 像那些小朋友在一邊錄音的地方 他們就在外面推範圖 那樣 他們就把香 插在房間裡 然後整個房間就煙霧來慢 他們就模擬 如果有煙的時候 怎樣可以逃離那個環境 怎樣可以離開房間 怎樣不吸入那麼多的煙之類 沒錯 沒錯 又這樣說完 用那些拜神的香 先計算一下 應該相對安全一點 一來那些香又意識滅一點 二來那些煙又不是太傷的人 即是說笑的說的話 可能有人說 喂 那我不會馬上找一些東西燒火 一來你可能搞那個形式 即是著火 以來那些煙是毒性高很多 你這些不說沒有 但相對吸了一點也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你不可能把那些滅室的噴霧 浸水下去然後整個房間都會死 那就是滅室變滅人 所以他們用了比較classic的方法 其實一直以來十幾二十年都是用這個方法 都是用拜神香去訓練的 那好死不死呢 原來其中一個教練 不是我的partner 其中一個男教練 即是像在一起聊天 沒錯 是有陰陽眼的 我發覺這類故事都不能沒有一個這樣的同伴在左近 一個特殊體質的朋友 然後他就一點香 他就發現整個房間滿了人 即是大家明白我所說的滿了人 不是真的人 即是充滿好多靈體在裡面 我partner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看不到的 他看到這個很熟悉 又很man的男教練 那個樣子慢慢又很嚴肅 變得很面青 整面滴汗 真的很害怕 然後我partner就跟我說 當時看到他那麼害怕的樣子 連他自己都被咬了 即是心之不妙 即是看到他平時很型 對 你想想畫一個咪八的教練 黑古勒特 真的像古天樂 突然間面青青 即是縮光 但那一刻也很難搞 如果你說是你的partner 你看到另外一個同伴 你那一刻也很難搞 你那一刻也很難搞 但那一刻也很難搞 但那一刻最嚴重是你香又怎樣了 是的 那活動你又繼續做下去 沒錯 那些小孩子又在做 你也要繼續進行 你又不能突然間斷 你突然間斷 然後抽了煙酒 就擔心會有其他事 那個教練都很專業 即是陰陽眼那個 他雖然已經是熬了 但也硬撐了 即是盡快地完結了活動 即是等於小孩子疏散了 離開了那個地方 即是吃了午餐就離營了 在他們離營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個很奇怪的陣 就佈了在營地的外面 即是整個營地的外面 因為我沒有親身去過 即是當是營地再出一條路 有一套大閘 大閘再外一點的位置 沒錯 根據我partner的口吻 即是他的術說 就是他懷疑 是一個很討厭他們的前同事 整股他們 即是擺了一個招魂陣 即是他們覺得那個陣 有機會就不是那些 什麼這個地方很猛的 那些東西震一下震 就倒過來做一個吸引更多靈體 不是一個封印陣 或者不是一個結界 是他們覺得 是一個招魂陣 還要是有一個前同事 是因為跟他們有一個嚴規 所以就特意整股他們 去到這一部分 我就沒有再追問下去 也對我沒有好處 可能上一輩的恩怨就不要知道太多 又這樣說 其實這些所謂的 無刻擺一個陣去弄人 這些都很危險的 不要說你隨時弄到會弄到很大的事情 其實我以前聽完 看書也好 聽節目也好 有時候你弄這些東西 你個人有可能會影響自己 講笑的在講 以現在無聊 我去新宿的家庭門 去紅友 可能我有幾幾個同事也會 帶回自己的庫 那只是完美而已 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我就聽到這個有趣的故事 即是你已經寒一寒一寒一陣 我就比較安心的因為營地接了 即是不會說下星期麻煩你了 這樣就倒楣了 我家庭聚會沒有話說 即是說這些有趣的就當作是新聞 好像跟我茶余飯後談談娛樂 我當晚一家四口跟我姐夫、姐姐、媽媽吃飯 我最近同事就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 原來這個香港紅十字會石 我還不是說我迫字而已 我姐夫就立刻拍檯了 哦!石碧營啊!很猛的啊! 那一刻我都呆了 他就立刻把你的迫字拍出來 因為我姐夫他不是做教練那些 那你說你做教練行內人 你可能就明白了 即是你一說哪些營 哪些營大家知道 是的!其實他就是 哪些營多士都知道的 沒錯!簡直是行外人 你沒有理由會知道 即是你當你是運動員 你是游泳那邊 那你當然知道哪個泳池很油 沒錯!沒錯! 就算你不是游泳的 可能你真的是運動員 那其實運動界很少人 可能你也會認識到某些朋友 那一刻我都呆了 即是你覺得很豐盲不相及 大家的界別是 為什麼你會知道很猛的呢? 他就微微道來 他就說是70年代 他就在讀初中 這個故事就不是發生在他本人身上 是在他舅父身上 即是不是我朋友的八兒婆六表嬸 真是親人 真是親人熟的 先說一下背景 他們在長洲有一間祖屋 即是三層那些 其中一層就是我姐夫和她大哥 和舅父三個男人睡二樓 即是那層是他幾個睡 我姐夫的姐姐和她媽媽 就不知道睡三樓還是怎樣 大概是這樣的報紙 家裡的房屋就是這幾個人 即是地下大家的活動 即是廳或者活動室 吃飯之類 然後他就說他的舅父 當年都是做類似教練的工作 那他就 exactly 就是去了石碧營那裡工作 那沒問題 即營地還運作 因為70年代 他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因為他沒有這個特殊體質 感覺不到也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發生 那當晚他就照完工作 便搭船回長洲睡覺 然後開心了 晚上睡覺 吃飯睡覺 舅父是一個人睡一間房 他睡著睡著被人踢了下床 踢下床 他感覺到有導力 踢了他下床 踢了下床 踢了下床 其實你正常都不會想什麼 對 其實你正常都不會想什麼 不會想什麼 對 那他回到床 再睡著 他再一次被人 又踢了下床 那他開始害怕 那他就出廳睡了 他出到廳睡 又被人踢下床 喂大哥 現在怎樣 出廳睡 你還要踢下床 對 那他開始明白到不是房間的問題 是他自己本人有些事情 對 即是不讓他睡 沒錯 他這樣搖底 立即叫醒兩個 是不是叫疑心還是疾 我不懂得睡 親戚 總之叫醒我姐夫 以及 叫醒藍丁 叫醒兩個藍丁 陪他在廳睡 正常都要 那開燈 就沒事 一關了一盞燈 就來了 阿姐夫的大哥 上了身 上了身嗎 直接被朋友上了身 他有什麼 讓他們知道 遠無倫次 他起床 打舅父 一拳一拳打過去 一拳一拳 一拳一拳 沒錯 但是呢 一開燈 就沒事 一關燈 就又來又打他 不敢再關燈 總之他一開燈 大哥就沒事 停手 但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他沒有記憶自己有打過 即是那些時間 即是被人 一拳一拳 總之他一開燈 就沒事 結果那一晚呢 整晚流流長點 三個馬佬不敢睡 三個就坐在沙發那裡 開著燈 聊天 聊天 開燈看電視 肥油不要搞 不敢開電視 我怕的 不敢開電視 真的怕夜空零前轉 然後怎樣解決呢 第二拳 原來舅舅有個朋友 是做男娥佬的 即是師傅那些 其實應該不同的 不過你當是師傅 就跟他看過 即是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就說 你在營地招惹了朋友 朋友就跟了他回去長洲 最後就用紙船送他走 即是請他走 因為他們長洲 所以就要用船的方式 即是跟了他走不到 可能困在那個地方 用那個方法就送他走 然後事情就解決了 即是去一去這個 所謂石碧營 去一去 因為去到然後很多事情發生 其實你都會聽過 甚至一會我可能在網上流傳 你說去一些營地 裡面有事發生 都覺得好像 又不能平常 即是你聽得多些都是這類案 但是說去完營地 跟了你回去 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攻擊性這麼高 是因為他沒有 可能會踢到別人的金塔 或者亂說話 他沒有的 至少我自己都說他沒有 但是跟了他回家 你踢了他下床兩三次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物理攻擊 還要知道一閃燈就上身再打 沒錯 所以也是對他來說 因為他當時是中學雞 所以也不會太過假 其實他的印象也太深刻 所以他就說出來 就是 哇 我知道 那裏很猛 感覺聽起來 不知道是否 可能是 那個時候 貪得爾跟了他走 但誰知道 乘搭了船之後走不了 所以就算攻擊他 唯有這樣猜 不知道 那個師傅始終沒有說什麼 但是當師傅用紙船 可能擺到河 請走 就結束了 唯有當成這樣 早點解決到的事情 始終親人的可信性就會高很多 因為你還要不是 早哥聽這些故事經五六傳 經到基本上你也不知道那個親戚 那個俗譜上應該怎樣叫他 但現在很簡單的就是舅父 還有你陰陽眼這件事 就很難judge 雖然說可能有個同事 他claim自己有陰陽眼 但其實你看不到 你也不可以sure 100%sure 你只可以說是你相信那個人 你就覺得是真的 沒錯 都要說你的相任程度 但當你發現你哥哥突然狂打你舅父 你就知道是什麼事 除非如果你不相信你局外人 就可能說你哥哥弄弄他 即是深層陰謀論 其實踢樂場的時候 是哥哥踢他的 可能 沒有得說 那時候就說過這些 這個就是石壁營的一個 即是兩宗比較堅的事件 在我身邊發生的 聽我的感覺真的挺恐怖的 你想想如果你說去過營 以前小時候也聽不少這類估計的 即是我現在好像不知道中巷還是小時候 我那時候聽過一些估計的說去營地 那時候全部人都在睡覺 正常都不是住屋子 即是大家可以躲架床 有些睡上隔 有些睡下隔 或者我以前聽過那些估計 就是睡覺的時候 有人躬躬躬躬起床 就看到同學自然浮空了 聽過這類估計 但好像小學還是中學雞 聽回來的估計 所以就說 醫營地的時候也很害怕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去到某些營地 特別有時候你去到某些營地 可能荒山夜更漂亮 你本身的氣氛可能已經差一點了 有時候去到某些位置 我記得以前試過那些營地 即是學校跟學校去的那些 有時候那些位置是省電 不會經常天天亮燈 好像雙下一樣 有時候經某些建築 那些建築又不點亮燈 你經過那些陌生地方又靜 又不會有其他人 那些位置有時候都很害怕的 最害怕的是哪些 最害怕的是那些 你走過那盞燈才亮燈 然後你後面那盞燈自動熄 那些才害怕的 我去日本的酒店 有些就是這樣 不過這樣 講到長洲 我想說多一宗 你知道長洲 東堤也很有名 也會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六七個 進入兩萬營一萬營 這個也是我姐夫說的 你姐夫多多一些 因為他是長洲人 我自己本身沒有住過東堤 但因為工作關係 我也在那裏附近做活動 我自己就入住過那一次 沒有事發生的 你知道東堤外面有個沙灘 我這些特殊體質的朋友 我是走到沙灘附近 我已經暈倒了 你是暈倒了 不是晚上 是日光日白 很好太陽 但那裏都是很大霧 你覺得是看不清那裏 因為你是會看霧那種 我不是看到 我可能真的濕氣重 總之那天就是 我覺得很大霧 而且我人在那裏 是很不舒服的 你看到那海 你有一種很虛的感覺 我不會形容那種感覺 你看到那些海 你通常在夏威夷 你會想到很熱情奔放 不是的 你覺得那種感覺很抑鬱 很blue的感覺 即是沒有種放鬆的感覺 沒錯 很blue的那種感覺 我記憶中 以前好像住過一次是東堤 我好像是 我不是很100%的說話 因為那次 簡直是跟卡爾哥和足手王過去的 還有一個朋友 那就是靈探 又不是靈探 那時候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想自己的 我不要搞 那次 我記憶中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非常幸運 你們陽氣救 可能我們四個馬佬 靈計 那件事很簡單 就說他們幾個朋友 租了一晚冬堤 那幾個人有什麼做 當然是打牌 打牌來了 一開牌 天壺 嘩 好啦 那吃完了 那很開心 再開 地壺 經常聽聞說 那些牌突然打得很好 很厲害 或者很奇怪 那些 就要很小心 我經常聽聞說 那他們都說 OK啦 幸運 到第三鋪 再吃多次天壺 OK啦 明白啦 明白啦 再洗 第四個 哦 一見 他沒有推出來 你要說吃 天壺 他一開牌 第四個人 又是天壺 他不吃辣 他不敢吃辣 他蓋上牌 啊 好累啊 我們出去吃糖水 這樣 那就解決了一件事 就走了 這個就是他的小故事 這就是 經常聽聞他說 這些情況真的是什麼 就是牌 就是牌 那個麻將是一樣 很邪門的 尤其不知這麼說 很容易觸動到東西 你很少聽說 坐大地 保持住 有些情況 我少聽到一些 我也有問過我媽媽 我說其實 天壺地壺 你有沒有吃過呢 她說打十幾二十年牌 你真的很難才有可能 這麼厲害吃到 如果你的可能性高 是輪著吃的話 就真的很厲害 連中幾次六合彩的概率 而且你輪著吃的話很恐怖 就是一東南西北這樣輪著吃 那樣東西完全安排好了 所以第四個不敢吃了 就立刻蓋牌 嘩嘩 肚餓肚餓 出去吃糖水 那樣 整天那些麻將的東西 真的很奇怪 很多聽聞 通常我會跟年輕人說 就說你去到入營 你千萬不要報數 夜晚 這個說真的 我們就 不要觸及要點人數的事情 不要教 你在心裡數 不要說出來 但是又這樣說 剛才那些叫親身經歷 我不是說 很多時候的營地 可能我以前叫中學雞 小學雞 聽過那些說 轉起了 那些 但這些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甚麼意思 或是同學騙大家 這樣說出來 或是那些 道聽圖說 當年的雜誌 那些 這樣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實際上 如果在現在的網絡年代 按上網 就有很多人組合在一起 特別現在 以前 我不知道以前 也聽不懂 但現在 特別是 那些 你讀書也好 也好 現在連中學的入營的次數 也比以前多 很多 小學生已經不斷去 變成現在入營的次數 越來越多 相對地 會有關營的靈異故事 就越來越多 但現在的 那些入營的 那些 我上網看 有些 估計都挺害怕的 例如 我找一些 叫做網絡 總合了一堆 不如我讀一些出來 聽聽阿芬 會不會你去過這些營的 我去過了 他列出上面的 你接下來要去 不要說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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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些 我先不用去住 那些 這個 這個 我們不要爆全名 說一兩個字 說一兩個字 有一個就是 有些潭 有些沖 那些 起潭 那些 這個 營地 我看這個 聽過也挺害怕的 就是 有些營地故事 多數看到一些 很古怪的 就是很典型的靈體 一些很典型的故事 那些什麼 臉都青了 白衣飄過 紅衣飄過 陰陽路 那些 大家覺得 靈體的樣貌 多些 會是這樣的 但這個 就不是那種 有些潭 那裡 他就說 有人 就這樣說 有傳聞說 有人曾經在這個潭 那裡 玩 O-Camp 那 就說 當時整班人 在這個房間裡 玩 應該是 就是早上的事情 晚上 在房間裡 大家在O-Camp 晚上才精彩 大家吹一下水 玩 玩啤牌 什麼都好 就有些人在房間裡玩 玩玩 其中一個人 就說肚子餓 就說 外面有熱水供應 想找地方 沖個杯麵吃 差不多是O-Camp 晚上 日常 但是半個小時 那位同學還沒回來 嗯 然後他就一群人 走出去找他 說 神經病你沖個杯麵 搞什麼 一半個小時還沒回來 然後就說 看到那個同學 拿著杯麵 對著空氣 是一個有說有笑 然後他就去問那個同學 說 你搞什麼 這麼久都不回來 把杯麵弄成一輩子 然後他就說 那邊我認識了一個肥仔 很過癮 所以我跟他吹了半個小時 然後一群同學 不說話 互望 然後就馬上拔回同學 然後就跟他說 喂 剛才呢 我們見不到其他人 我們只見到你一個 對著空氣有說有笑 然後這位同學當然嚇到 哇 真怕臉都青了 真是夠縮了 他就說 我以為剛才說 我有談有說那個肥仔 是其他old camp的人 就是其他班 其他系的人 然後他還說那個肥仔 這個這麼寫 就是那個肥仔 就說他覺得無聊 所以找人聊聊天 明白 這個也 應該不是說 典型那種會見 那個樣貌 但是就是 你不覺不覺那一對 假設這個故事是真的 始終是網上流傳 他也不是有惡意的 可能真的覺得無聊 你又剛好時運低 那就大家聽 可能知道你見到 可能知道你見到他 可能知道你見到他 可能是吹水 有的 如果你相信佛家的話 靈體是有四通的 他會知道你想什麼 所以就 還有他也說有說有笑 也不是說真的 可能真的無聊吹水 難得有人跟他聊天 有這個說法 但是接著 再講一下其他一些 可能這次再 另一個 這個 就又是 剛才你不是說 你可能親戚 他們說些個案 就是說去到那些 Camp都說沒有做一些 特別 不尊敬的事 那這裏有一個 就說西貢那一頭 就說 做了一些未必太好的事 之後就說乖事 不如發生 這個就說 就是相傳說有個網友 有個網友 傳聞說有個人 就說 他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就參加一些教育營 可能類似你剛才說的那類 那些 就說在營地附近的山頭 有幾個山墳 其實都很正常 不出奇 基本上你不要做什麼不好的事 你互相尊敬大家 我就可以 他說 第二天 他們就去餐廳吃早餐 在窗外 就看過一個被草蓋著 掩蓋了一些墳墓 當時的同學議論紛紛 因為你要明白那些學生 還有小學計 看到這些就會特別雀躍 九成九有些說很害怕 有些說不用怕 那些會這樣 是小學計 但是就說 當時的同學議論紛紛 有些就說 拆了它 這樣說 意思是有些懶形 為何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個墳墓 拆了它 會有些感覺 分分鐘六年級都未必知道什麼叫墳墓 可能不懂 或者不明白為什麼會在這個位置 因為理論上就是 本身有一個墳墓 建立的時候不想驚動它 所以就叫大家和平共處 類似這樣 或者太久沒有人收緝 其實那些草是很高很長的 當然就這樣說 然後就說 楊宜拆了它 說完這句話 隨即就說 那晚就有很多怪事了 這位網友就說 他正在熟睡的時候 就突然間聽到有同學 大聲叫 在房間裡 就是無故叫 慘叫 然後 一群人就馬上問他什麼事 是否發學夢 是否安慰同學 安慰同學 然後安慰同學 大家當然回去睡覺 不會一群人在做什麼 第二天 一群人就說 嚇到傻了 為什麼呢 就說有些女同學 之後那天 就是傻子起身 就跟他說 晚上去洗手間 那一陣子 聽到有些女聲 很淒慘地唱歌 哇 就是那些淒泥的歌聲 又有些同學 就說 看到長髮女鬼 站在床邊 然後有些就說 聽到晚上操場 全來暴躁的聲音 然後就有些說 有女同學的頸裏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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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但是想一想一想 凌晨三點 有什麼要做呢 這個就這樣寫 據說 凌晨三點 是靈界最活躍的示範 所以之後 他們一群都說 馬上衝過去 發現就絕口 不提發生過的事 往後幾天都說 相安無事 就想起 就不應該亂說話 講到這個故事 說真的嗎 始終不知道 那天網友分享 我有話要說 這個故事是不是結束了 結束了 如果根據他的描述 我就覺得這個故事 九成是虛構的 我也覺得是 為什麼呢 我在這個營地 使用的頻率都高 也都用了很多年 他描述的那些設施 或者地點 以我的了解就沒有的 所以呢 他腦作的機會都高達九成 而且因為他中間 看到那些靈異現象 我覺得有少少好像 左抄右抄 沒錯 我看的靈異故事 但是人們未必說 非常極之光 都看不完 不會知道全部的靈異故事 但是又有 站在床邊 又有類鬼 又說到 又斷頸鏈 又有暴躁聲音 又有淒厲歌聲 好像太多東西 同時集合在那裡 東拼西臭 對 好像有些是寫故事 那些東拼西臭 多數靈異故事 有太多東西同時發生 大家覺得是 有些奇怪的 正常 你聽完故事 很少會是 全部混在一起 不同類型的發生 在一起 變成這裡集合了 一些日軍類的故事 粗兵 然後又是經典 或者典型的故事 所以我聽到 就覺得已經有些 是 水分 但是你說 可能這個地方 你去過 就不是 沒有那麼多這些設施 那就另一回事 沒錯 如果你忘獲 你有沒有誰還想說一下 你自己 糟了 其實很多個都要去 有沒有誰 特別想說一下 真是糟糕 我們這一個報告 裡面就有十個故事 其實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或者問回我 我發連連結給他 之後可能 我們再說最後一個 那就是 又是在長洲的 明白了 明白 不用再說了 這個就是我中六的O-Camp 很奇怪 中六有O-Camp 因為我們是考A-Level的 所以當時去過 因為我們是考A-Level 所以中六 可能一班人 其實都不是那個地方 也好 或者組織在一起 都未必是熟一熟面 我們會有些校外生 甚至可能你自己 做校外生去技嘉學校 所以有O-Camp 就是那個形 也是陰森的 因為你要走上 一條斜坡 上去那個形 我聽過這個形 我聽過 很壞不壞 你走上去那個斜坡 是石壁 有些人很賤格 用紅油寫一些字 寫什麼字 不是一些恐怖東西 類似是此方向 那些正經東西 其實是夠路牌那樣用的字 對 但你用紅油寫 真的有些 很恐怖 是的 我這個感覺有時候 看到這些地方 不過又壞的 他用黑色的字 怕人們看不到 其實是棟坡的牌 但有少人說 也沒辦法 他空曠得來 又真的非常之交外 所以你那種感覺 晚上都很害怕 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有人曾經去這裏做訓練營 他晚上洗醋的時候 看到貌似中學生的女性 他身穿粉紅色的校服 坐在洗手盆上面 用一個很凶狠的眼神 背著他們 然後 消失了 後來他們去到導師的房間開會 他們感覺到身後有一股航風吹過 但其實這間房間 是沒有開窗的 是密閉的空間 在開會的期間 突然間 有幾個在房間外面的男女同學 很驚輕地衝進這間 meeting room裡面 為什麼呢 他們就說 在營地的燒烤場 這裏是真的有個很大的燒烤場 那燒烤場 看到有一個 穿著螢光紅色衣服 沒有腳青臉的女性 即是靈體 背著他們 嘩 你也不要說我害怕 這個短短的 但我聽起雞皮 因為兩個燒烤場 我都去過 而他們形容的那些 是符合的 所以就算這個作 也作得符合那個 建築地點設定 任何設定地點都對 而且那裏也真是陰心 所以 其實以前聽的那些 靈異節目的那些 都不可以聽過這個 我都聽過這個 聽過一些的 我不是很久 但我聽過都是要走一段路上去 好像是某個閘 沒有的 沒有的 隨便走上去 但那段路都 你不要說不害怕 但我聽過長洲那邊都說 都多事發生 你有沒有去過 長洲這個營我沒有去過 我真的只是中六的時候去過一次 但是你過去那一段 你也是害怕的 我又不特別害怕 不過是 因為那時候你小時候 中六和一大班同學熟了 其實晚上大家偷雞出去吃糖水也有 但你走那段路 你就覺得爬底 如果你有聽超級戲的話 我就在這個營裡 認識了我的初戀 就是這個營 和益良多 是不是又要大家回回某一段聲音 Revail reference to這個超級戲 我得了出來的那段 是不是 還許其情那段 是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厲害 這個聽我都很恐怖 短短的已經很恐怖 但我想我們今集會不會可能 索性長一點一節完 對一節完 因為現在我看時間 絕對足夠做一集 不如再說多一點 剛才說了一些營地的一些靈異故事 然後墳中你又可以分享一些 真的又是親戚的一些經歷 簡直是親人 簡直是你家人 我給他一個題目 叫墳媽看樓團 我都說過了 家母是一個靈壓雷達 他沒有陰陽眼 但是他很敏感 即是新人類 一聲爆洩 他有一個好姊妹 好朋友 好姊妹要去上水的舊墟租屋 OK 那當然想起我媽陪他去看樓 女人 那時候不知道他特別有雷達這些 他不是為了雷達找我媽媽的 純粹是因為他們兩個是真是好朋友 所以看樓當然叫他們兩個去看 因為我以前聽過一些很殘忍 我所謂很殘忍的雷達偵察方式 以前有些人說 小孩子對那些特別敏感的 看樓時帶上別人的小孩子去 我真的聽過這些說法 這些教人方法 我都很殘忍的 那就真的是龍珠雷達 真的很殘忍的 那他的故事 就沒有上次我們珍直播 鬼哥那個那麼嚴重 說了一點 聽眾可能還沒聽過 鬼哥那個就是他跟他老婆 跟agent去看樓 agent就給他一條鎖匙去開 這個已經是很奇怪的 因為一定是agent開的 還要說鬼哥老婆那時候已經是 腳軟 好像跪下 那他一開門就看到有個紅色衣服 就坐在沙發上 這件事就很厲害 即是墳媽那件事是怎樣的 他們去舊墊 其實近游泳池那邊就是舊墊 石壺墊那邊 那些三五層樓的堂樓 他們就約了那個經紀 我媽媽就說是一個大媽 上去就說 歡迎你 他那個人應該是很等開單 很熱情 上去 那就正常了 經紀就插一條鎖匙進去開 插了一條鎖匙進去 扭 開不到門 大王聰明 立刻想起 然後他就在面上笑話 說 拿錯鎖匙 拿錯鎖匙 然後拿第二條 插 進去 扭 開不到門 然後呢 那時候 大家是在想那件事 說 這是什麼經紀 拿錯了過來 其實 墳媽 她走樓梯上去 已經暈倒了 即是她已經暈倒了 她已經很暈倒了 但你一旦進入房子 你都不能夠確認 有人以為自己走樓梯不舒服 然後看著那個經紀 到她插第三條 入了 扭 都是開不到 那不可能 不可能帶錯了 其實如果你不適合鎖匙 應該是插不進的 有些會進到的 但真的扭不到 總之就試了兩三次 起碼我都試了三次 那我媽媽聰明 我媽媽立刻就抱著她的best friend 喂 喂 走了 然後她的best friend 還傻呀傻呀 還沒看 還沒看 然後我媽媽就黏她一眼 就是瞇著她 我叫你走 然後她就 噢噢噢 即是她的best friend也知道 不是 她也是怕不到豬兜 但她見到我媽媽瞇著她 她就無奈地走 因為如果你知道那朋友有一點點心思 突然間打眼色給你 應該正常都撒 但那個經理 如果你打眼色給我 我一定會走 對 但那個經紀是極力挽留她們的 哎呀不是嗎 插多幾次就看到了 這樣才有警管 對 沒錯 這樣才有警管 那我媽媽不理她 如果不是你正常 有些什麼 可能錯時 我回去再拿一拿 你等一等我 有些人會不會這樣 而且你這麼想開那張單 你不會真的戴錯鑰匙 是的 這樣也是 即是她很熱情很想開單 那種態度 她好像有一種感覺 我聽說覺得是 摸爛一隻 她是覺得 我再做那幾整 我有機會開到 是啊是啊 她不是說我可能帶錯鑰匙 所以我上去拿回這條鑰匙 不是那些人會去 我做了幾整 開到就快開到就快開到 那種感覺 Exactly 那你又不是台慶送大禮 你沒理由是這樣的 那我媽媽呢 就叫半推本 把她放到地上 就不要問 走走走走走 拔著她下去 Exactly 然後她就跟她說 喂 我簡直感覺到 她不想你進去 那她就真的知道什麼事了 她就沒有再上去 沒有租那裡 那經紀不會還在上面開門 哈哈哈哈 那個經紀是 說笑 那個經紀下來 都是說 想再上一次去的 就是很想開單 那就更加緊繃 因為我媽媽她的經濟問題 她真的很需要當時租一個便宜 你知道那些地方一定是便宜 她都很需要一隻個單位 所以就 看對了 那個經紀覺得這個店 水魚 就想開單 那這個就比較初級 那另一單呢 我都覺得她的經紀也很初級 那有一個Avan Level 那又是跟這個Auntie有關的 那Auntie呢 他就有個兒子 那我們先叫她郭熊 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 那這個 那郭熊呢 他就是一家四口的 那老婆 還有兩個女兒 那樣 他們想申請公屋 但是就沒有輪到他們 但是其實你一家四口 都比較快會上到的 所以就安排了他們 住這個中轉屋 那我不說哪一條村 是只剩下那一條 現在好像只剩下兩個村 那她就是最出名的那條 那如果你 你自己找到 那我媽媽 都是神婆的人 那我Auntie就說 你認識那麼多東西 你上來幫我兒子拜四角 那沒辦法 你BestFan叫到那個又是世侄 那你就上去幫他搞 又是龍珠雷達又來了 一進到家屋 又是天船地轉那麼暈 但是呢 那你沒辦法 那你也要做的 那拜四角 剛才就說可以走而已 現在沒辦法走 對 這個政府安排你沒得什麼 那他就幫他做 拜拜拜拜拜拜 然後他做完這些儀式 他走 原來 阿國雄本身是有陰陽眼的 這類故事要去領導 真的 真的 為什麼我說真的 因為我認識阿國雄 我見過他 他是真的有的 當然你可能會責任我 他不相信 他沒有所謂 我們剛才都說這些 你信不信 是要你自己的那個人的信任 那即是你信不信阿國雄 信不信阿國雄 也要看你信不信阿國雄 是的 那我媽媽一落到樓 就跟阿國雄說 她說 阿紅仔 你這間屋有東西的 有兩個在這裡 感覺到幾個 我媽媽感覺到 但她平時應該 不是說感覺到那麼實 怎樣呢 說了你一名 我媽媽就跟她說 阿紅仔 你這間屋有東西的 然後 阿國雄不出聲 看著我媽媽 眨下眼 那你明白 然後我媽媽說 起碼有兩隻在那裡 有一隻在窗口那裡 另外一隻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阿國雄 吞了一口口水 看著我媽媽說 還有一隻是天花板 所以阿國雄已經知道要找人擺四角 所以 其實不關擺四角的事 擺四角的儀式 但是 為什麼我媽媽知道 她說 因為她平時是感受到 她感受到不妥 另外她說 她做儀式的時候 那些香不斷噴向窗口的位置 即是我不懂物理 或者我不懂風向 但是你照計窗口那邊 那些風吹進來 就不是吹煙過去 那邊好像吸了 不是抽氣線 對 好像吸了那些香 所以我媽媽就說 剛才那間的窗口應該有風 你開了窗口應該有風進來 剛才應該有窗口的位置 吹煙過去 沒錯 所以我媽媽當時的交談就是 喂 阿熊仔你的家屋不行 不能住人 起碼有兩隻在那裡 有一隻在窗口附近 另外一隻我不知道 那阿國雄就 天花板 就看著她說 是啊 還有一隻在天花板 嘩 那一刻我聽到 我真的馬上無管動 你知道嗎 但是阿熊仔正常一進去那一刻 已經是 看到了 他看到了 他有 他真的跟鬼哥同級那些 甚至比鬼哥更厲害 以我的理解 他更厲害 他更厲害 對 更厲害 而這件事 遺傳到 原來他的女兒也有 是啊 我想問剛才我中主屋 結果為什麼要進去住 照住 照住 你沒有辦法 他要等上樓 那阿國雄也挺難搞的 一回家總是會見到 他就假裝沒事了 因為他老婆會說 女兒又發生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眼花 這樣 灑了他老婆 就是撐了那段時間去 撐了那段時間去 好像都住了一年半 我也覺得厲害 這樣住一年半 阿國雄厲害 他都夠殺氣的 大隻阿man 做貨櫃 做貨櫃司機 說真的 有什麼 惡得過窮 窮是最惡的 他那一刻 等上樓 你真是被迫要住 但沒有什麼科研儀式可以做到 他就沒有什麼再搞了 始終我媽媽又不是真的師傅 跟他 拜完四角 他又沒有說被人踢到床 沒有被人打 那就算了 平安共處 當是同屋共處的方式會比較多些 因為什麼 我有聽過以前的節目有個說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有趣的字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他就說 以前有些舊式屋邨那些 可能有些居民過去住 其實可能是以前 上樓上到過去 你基本上上到過去 你不想會移動的 即是不像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說 可能哪裡租好一些 等等 人家會轉那些 你會想這些很多其他因素 但當舊時 就不會有個概念 好像說 萊姆要轉一下 第二個地方 什麼叫做校網移動那些 就多數住在那個地方 就覺得以後往後都繼續住下去 所以可能有時候 就算有些 所謂的靈異事件發生 或者有些事出現 他們的方法都會想 會不會 可能去樓下紙貸店買些東西 拜一拜一拜一拜 看看會不會OK 是想怎樣去共處多個 想要自己走不走這件事 即是那個考慮的因素 會不會不同 當然跟中主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中主屋都很多傳說 很多傳聞 因為一直以來都說他們的治安 或者其實裡面的間隔不好 其實如果你上網自己搜尋 都很多故事 這件事其實後面也有個叫做小後續 若干年後 他們終於上了樓了 很不幸 國鴻的老婆 有病 離開了他們 直至她的女兒 其實都升了小 初少 我不記得 初少 她就 看到她的媽媽回來 看到她的媽媽回來 到現在升了中學 國鴻就再問她 你有沒有看到媽媽 她說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我媽媽就說 那時候女兒小 掛著女兒 然後女兒大了 就沒有了 都是那句 信則右就不信則無 沒錯 今天也想不到跟阿墳總 聊聊聊 都聊了整個小時 真的很豐富 初前我們還在想 會不會短短的 可能到時當作 20分鐘 可能放在其中一集 還有其他事情 聊聊 都不用了 現在 直接放在其中一集 可以 但是阿墳總 你自己雷達 有雷達 但不是很厲害 幸好不厲害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不厲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給多一點時間 說完最後 其實我在中五的暑假 很大的時候 就做了一份 類似暑期工神集之類的 那些 就去了一間 暖萬森的總部 那裡 去跟一個師傅 去學維修電腦 那裡是Headquarter 明白的 其實是黏著一個教堂 大家知道什麼機構 你覺得 有教堂 又說素哥照著 你當然沒有問題 我一進去就已經暈倒了 暈倒了 暈倒了 跟你說 那裡面的間隔 就是很霉霉暗暗的 即是殘殘舊舊 那種 感覺有點不舒服 對 令你不舒服 有些不是這個年代 即是有時候去的地方 你那個地方的間隔裝修 不是這個年代 你就有一種韓韓的感覺 你簡直換了色調 因為其實那天是陽光很曬 即是暑假 很曬的 你進去後 都不用開冷氣 你已經覺得 很冷 因為你去了裝修間隔 不同 色調不同 你的感覺很古怪 為什麼這麼深刻 因為中午 我到現在都記得 就是 我那天完結了實習 我回到家門口 我已經打給我媽媽 我說 搞不定了 搞不定了 拿火盆出來 我簡直是聰明到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聰明 即是你那天的角質已經不太好 可能我媽媽從小到大稱得我 比較敏感 我已經在特地 好像練你做熱卻師 我簡直是 因為我媽媽說得多 你當她是潛移密化了我 接觸得多 我簡直在樓下的商場上 走了一大圈 我才回家 就拿了火盆 然後我媽媽用了一些 叫什麼 叫什麼大八契 即是咒的那些 經文那些 是在紙紙店裡買到的 其實是中國傳統的東西 去幫你擋殺 或者消除一些 即是化化 對 你當作是心理作用 也好 他整完之後 這件事有這麼說 這些現象 心理作用是很重要的東西 對 你個人的心理舒服一點 也有關係 總之他整完 我就覺得放下心頭大石 你之後不用再翻過去 沒有了 剛好有一個高層電腦壞了 他就不會像陳冠希那樣拿出去被人弄 即是只是那一段 對 他就叫一些 技術人員上去 我跟師傅上去 學一下怎樣砌機 怎樣弄 但你怎麼猜到 有蘇哥照著 還要是全香港最大的那間 那可能蘇哥是旁邊的 不是那邊的 對 可能 那就是這樣 對 如果你說多說一點點 有時候 剛才進入了一些 不是這個年代 尤其間隔的地方會不舒服 我又未知去到 可能你那種說 會去去去去去 但是 以前 大家這陣子更加明白 這陣子 像CAPCON那些 問一個商場 全灣開賓廣場 不是說要在裏面的商場玩 喪屍圍 玩生存 那個商場 因為以前 很多事情都沒有搞過 之後荒廢了 好像原本是想拆 但因為那時候 某些原因 我經常在那裡活動 有些時候 真的進入那個商場 我進去也不會是Wing 也不會是感覺 但是一個商場的裝修 真的不是這個年代 你覺得是 80年代的感覺 是完全不是這個年代的感覺 所以進去的感覺 也很古怪 甚至乎我跟同學說 你有沒有試過進去商場的廁所 說 你走過一趟 真的 你走過一趟 你走過一趟 進去後巷的廁所 他說 走過一趟 真是生快 既然有喪屍撲出來 你也不覺得意外那一趟 是他的感覺 然後 裡面的那些牌 全部因為商場 很沒會扔對他 他很多年沒有更新過 那些燈箱牌 那些燈箱牌 要放屍自體 全部是80年代的 即是新化壽司的商場 那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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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感感覺 沒有什麼 那些沒有那些故事 我又不知道 好像有聽聞過 但是 總之說 好像真的進去 我不知道這集什麼時候出 可能我這集出的時候 那個活動已經結束 有特性 那些 那時候我一聽到 進去商場真的玩這些 我真的害怕有一點 我真的害怕會不會出事 我自己害怕有時候會不會 有幾隻喪屍 又是真的 我真的害怕 又找師徒師傅 又出事 出事 又有人封鬼 那些 封了門 封了門 那些 所以今天就叫大家 可以說靈異集談 可以叫做 有題目的集談 先講一些營地 我們這集也很本土 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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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都很感謝 墳總 你分享了這麼多 故事給我們聽 如果大家有關於營的 或是看樓房的故事 你就可以 傳過來給我們 你 投稿給我 或者等 最好 等什麼 有陸陸 再有真直播 就再 當然 好像我們聽眾 有台朋友 那時候說過他去營營 那個故事也是厲害 大家可以再留意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留意什麼時候有真直播 有什麼個人經歷 也可以到時候打上來慢慢聊 今天就先謝謝粉絲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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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